詞曲 李宗盛 我相信他非常強調 其實不是因為現在我們發現到 方舟這個遺骸 而成為了我們傳福音的 一個很有力的證據 而他覺得藉著方舟遺骸的發現 可以引起一個話題 甚至引起一個進入福音的話題 我相信這個立場是非常正確的 其實方舟的存在與否 不是因為我們發現到或是發現不到 因為我們相信一件事 就是很多東西我們見不到 並不等於它不存在 就像我們看到有些樹葉在動 但其實我們見不到吹動樹葉的風 我們從來都不會說我們看到一些風 我們只不過是看到風吹動了一些東西 在這樣的情況下方舟到底是否看到 其實就絕對不影響我們的信仰 也不影響我們的信心 但當然信仰的核心是拯救 其實方舟也有一個 可以說到是拯救的一個訊息 如果我們能夠發現這個方舟 亦都令到我們能夠容易一些 來講聖經是真實的 自古以來都很多人去找證據 證明方舟或者證明聖經所說的東西 是不真實存在的 於是乎很多人都去找證據 去證明聖經不是真的時候 我們能夠找到一些證據出來 證明聖經是真的 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的貢獻 不過自古以來 那些想找證據去證明聖經不是真的 或者證明方舟不真實存在 其實從來都拿不出證據出來 但如今我們能夠拿到這個證據出來 其實我相信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了 因為方舟本身就不是耶穌基督 因為耶穌基督才是福音的主角 所以無論方舟活現在我們眼前也好 不活現在我們眼前也好 其實是沒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當然如果能夠證實方舟的存在 我們又可以更加口響地 來講給人聽 聖經所說的東西真的是真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聖經還有很多其他東西說的 最重要的是 祂說給你聽 耶穌愛你 祂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 親身擔當了你的罪 以至你可以相信祂 就可以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這個這麼重要的拯救信息 其實都可以更加口響地 或者甚至可以成為了 我們講一下方舟 講到這個得救的信息 一個很重要的 有力的支持